小时候你反反复复的欣赏迪士尼的影片 但直到你逐渐年长 才意识到能从中吸取到如此温暖的恋爱教程 欢迎收看watchbojo中文频道 今天我们来盘点一下 10大最有爱的迪士尼动物情侣 新鲜视频每日更新 记得订阅频道并且点击小铃铛哦 在本期的榜单中我们来看一下 迪士尼动画电影中那些最有爱最痴情的动物情侣 这个低调却扣人心弦的故事 讲的是一段不寻常的情谊 故事的主人公是Todd 一个没有父母的小狐狸 他被一位好心的寡妇收养 Todd和邻居家新养的狗狗Copper成为了好朋友 但不幸的是 Copper的主人并不赞同他俩的情谊 这位寡妇做出了对Todd来说最好的决定 把他放回了大森林 Wixie是Todd遇见的第一只狐狸同类 他瞬间就被他迷得神魂颠倒 为了给这位未来的伴侣留下印象 还闹出了不少笑话 Todd 你需要帮助吗? 当他发现他没办法自己生存之后 他就开始照顾其他来 最后这两个小家伙成了绝配 第九名 班比和费林 小鹿班比 Hello Bambi I said hello What are you going to answer her? 你可能不记得 这部经典的迪士尼催泪片中 有什么浪漫桥段 那班比和费林的故事 的确让人羡慕 就像所有令人记忆有心的恋情一样 他们还是小朋友 或者说小鹿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 随着他们步入了令人尴尬的青少年 二者暗生情愫 I'm Selene 大多数人印象中的班比 还是他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 但成年后 他十分勇敢 并愿意为了自己所爱的女人 或者说次路而战 他俩也不是这部电影中 唯一一对有爱的情侣 桑普和兔小姐也超级有爱的说 第八名 詹妮和查理 海底种动员 二 多莉去哪儿 与之前的寻找尼莫类斯 多莉去哪儿 讲的是父母和孩子 天隔一方的故事 他们竭尽全力来寻找彼此 他让事情变得更棘手的 是多莉的短期记忆丧失证 他几乎记不起来 任何跟父母有关的信息 当我们终于见到他父母时 我们发现 他们算得上是迪士尼史上 最甜蜜的一对夫妇 就算面对最终的悲剧结局 也丝毫不气馁 当观众们看到詹妮和查理 为了带多莉回家 而搭建的贝壳路时 音乐里没有能不落泪的 第七名 杜翠斯和汤马斯 欧玛丽 猫儿历险记 杜翠斯此生最大的挑战 是他和猫宝宝们被遗弃 送到了法国乡下的时候 在他急需帮助之时 他遇见了汤马斯 欧玛丽 一只精明的流浪猫 他提出要帮他们回家 尽管欧玛丽对他一见钟情 杜翠斯还是花了些时间 才开始考虑这段感情 当他救了他的第一个猫宝宝之后 他发现对方愿意付出如此之多 来保护他的家人 只是他意识到 他俩不会再分开了 第六名 巴娜和卡比小姐 救难小英雄 一旦你接受了这种荒唐的设定 既有一群神秘的老鼠团体 他们的任务 就是营救需要帮助的人类 你就会发现 救难小英雄这个故事 还挺有趣的 卡比小姐和伯娜 看上去并不登对 她貌美如花 美丽动人 而她却笨手笨脚 身材矮小 不过两人之间 确实浮动着些许情愫 在一起经历了几次危险的任务之后 他们的感情更稳固了 在结局时 卡比接受了伯娜的求婚 第五名 彭哥和百佩蒂 101中共 彭哥对百佩蒂的喜爱 不仅让他俩走到了一起 还让他俩的主人 安妮塔和罗杰 也得以相亲相爱 这对夫妇经历了很多艰难的时光 从发现自己的小宝宝差点成为死胎 别担心 他活下来了 再到发现自己的孩子们 全都遭到了恶毒的库佩拉的绑架 只有真正经历过这一切的夫妇 才会同意在自己已有了15个宝宝的基础上 再收养84个孩子 这对夫妇真的这么做了 而且从此十分幸福 第四名 罗宾汉和玛丽安小姐 罗宾汉 我们第一次遇见他们时 这对青梅竹马已经分开了有段时间 但在没有彼此的时间里 他们却更加渴望能与对方相伴 罗宾汉以为 以玛丽安所处的阶级和地位 是不会爱上他这样的逃犯的 而玛丽安则以为 当他离开去了伦敦时 他可能早就把他给忘记了 当然啦 尽管两人相差很多 他们还是想在一起 追踪查理的国王赦免了罗宾汉 当然终于得以走进婚姻殿堂 第三名 小姐与流浪狗 这部影片中的吃一面桥段 绝对是所有电影中最最有爱的一幕 小姐与流浪狗讲述了一个 能让大家都产生共鸣的爱情故事 故事其实已经很老套了 一个上层阶级的淑女 爱上了地位比她低很多的男生 剧情跟泰坦尼号还挺像的 只不过片中多了很多狗狗 也没有沉船 影片中还有很奇怪的成年人对话 小姐质问流浪狗 她有很多前女友的过往 好在为了从残忍的老鼠手下 解救小婴儿 恶者放弃了争吵 流浪狗最终被小姐的家人收养 他们还生下了一窝完美 继承父母特点的小狗 第二名 星巴和娜娜 狮子王 还是幼崽时 她俩就已经是最好的朋友了 也经历了那段认为对方很讨厌的岁月 最后终于长大成年了 那那是本期榜单中最令人叹服的女主 为了让宁静重归骄傲言 她独自一人踏上了寻找星巴的道路 她的勇气和自信 让她完全可以站在同样勇敢的星巴身边 由于木法杀和刀疤是骄傲言为二的两头雄狮 坊间有些令人不适的讨论 注释着星巴和娜娜是否有血缘关系 那我们听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还是尽量别去想这些事吧 在揭晓第一名之前 先来看几个荣誉排名 第一名 米奇和米尼 虽然我们也很想选唐老鸭和戴希 但这对迪斯尼的代表性情侣 必须摘得本次盘点的榜首 这一对最早出境是1928年的 飞行威力和疯狂的飞机 两者的浪漫关系 已经持续了近一个世纪 他俩共同出现在无数的影片当中 他们的感情完胜别人 这对卡通情侣 最初是华特迪尼斯自己来配音的 后来则由一对真正的夫妇来进行配音 路西泰勒 她现在仍在为米尼配音 还有曾经为米奇配音的 维恩·艾尔温 两人于1991年结婚 米奇和米尼在荧幕上 从未真正结过婚 尽管华特迪斯尼曾说过 他希望这对情侣私下里已经结婚了 你同意我们的盘点吗 更多精彩视频 请记得订阅Watchmojo中文频道 以及打开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小铃铛